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阿珍吉利斯,你好,我好,大家好 好,才是珍迪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西蘭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我們就講講這個全球市值最大的抗業公司 這間抗業公司 其實是有雙總部的 不過 其實他 很多時候就被認 因為他 還有一個總部在英國 因為他抗多數是澳洲的 所以 很多國家的媒體都覺得他是一間澳洲的集團 這間就是必和必托 必和必托 作為全球 市值最大的抗業公司 原來 他們的 盈利前景 是取決於中國的 這間公司 是削減了股息 必和必托就公佈了三年來最低的年度利潤 原來兩個因素 使得 這間公司的盈利 發生變化 他們就說 現在這間公司的前景 就取決於 一 中國 重振房地產 行業的努力 二 中國政府 削減 鋼鐵產量的力度 因為賣了很多鐵礦石 這間澳洲集團 就在截止到6月底的一年當中 因為我們6月30日就是 Finance Oil 完了 基本利潤就是 134億美金 和上年同期 213億美金 相比 下降了 37% 他們集團 嚴重 這樣是 需要出口鐵礦石 當然最大市場就是中國 中國的建築業 以他們鐵礦石作為原材料的很多 必和必託 將 股息 削減接近一半 去年 是 $3.25美金 現在是$1.7 作為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中國都是努力恢復經濟增長的勢頭 同時中國 仍是 應對房地產行業放緩 年輕人失業 比較高 以及 空貨緊縮等等問題 中國的經濟 你說是不是慢了 是的 是真的有房門跡象 亦都令到大型 抗業集團 前景蒙想陰影 近年來 在大宗商品 價格的推升之下 大型 抗業企業的盈利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尤其是對勞動力 這個 石化燃料 還有電力價格 的影響 他們的利潤 是構成壓力了 因為這些成本是高的 勞動力哪裏不高 澳洲一個礦工有十多萬的 以前還有20萬 或者澳幣 還有就是柴油 因為很多大型的機器都是要用那些 柴油去運轉的 電力價格 不用用電 他們公司 的CO Mike Henry 他就說 在 發達國家經濟 大幅放緩的時候 中國 的大宗商品需求 仍然是相對強勁 包括印度也強勁 他也說 短期內中國的發展軌跡 取決於近期政策 措施的有效性 必和必拓 他們最大的盈利 來源鐵礦石 不及分數 政策的 我 也政策 就是 強制性 鋼鐵減產 的廣度 時機 和嚴重程度有多少 很嚴重的 過去 中國曾經 在 鋼鐵 緩解 供過於求的狀況 剛才必和必堂 以上也說 雖然如此 隨著汽車製造業和綠色 科技行業 蓬勃發展 中國的需求仍然相對健康 他就表示 中國刺激房地產的措施如果成功 將會在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 刺激鐵礦石的需求 這個 Commonwell Bank 即澳洲 銀行 他們的分析師就預測 鐵礦石價格將會從3月份 最高峰繼續下跌 原因是中國房地產 行業的前景惡化 為全球大宗商品帶來了巨大壓力 同時 刺激措施需要時間 才可以提振私費者信心 即是沒有那麼快 印度是不是也是 一個兩點是 他們也承認 印度政府 增加鐵礦石的購買是有可能 而且印度政府增加 鋼鐵產量的計劃 將 提振 必和必拓 這間 全球最大抗業公司的需求 那麼他們 是甚麼給印度買得多呢 就是煉焦煤 煉焦煤 是高爐的燃料來的 那麼必和必拓就說 他們就預計印度經濟 將會強勁增長 強勁的建築活動 將是支撐 煉鋼產能的 狂漲 必和必拓 當然很多人 以前我們 讀 很多人 因為真是不錯 薪水 黑色的 雖然 史上第 第三大 不過 跟之前 的預期差很遠 必和必拓 將資本支出 預計 就上調到100億美金 這個加拿大 皇家銀行 覺得是遠高於預期的 不過他們的CEO就說 從 2022 23的 71億增長 亦都反映了 他們公司 通過 加肥 還有 就是和投資增長 這個戰略 是可行 而且見到效果 而且他們今年也收購了另一家抗業公司 就叫 AUSI 推動了這個戰略 生產更多的 現金 實上現在澳洲 都是經濟很困難 大家都很困難 如果 中國是 大規模的減少 澳洲鐵礦石 我相信澳洲 是一副都是 最新統計的澳洲人 亦都是過得 一般 因為澳洲人的個人財富 總減量 就有 1.6萬億澳幣 就連8萬富翁 亦都是大幅減少 澳洲人也深受影響 資產就跟著縮小 那當然了 好像小弟那樣供樓 還要 貼那些 積蓄 貼那些積蓄出來才夠在供樓 澳洲有錢人 其實都不少 百萬富翁的數量已經超過過百萬 百萬富翁是過百萬人 對一個 2500萬人 國家來講 已經佔了相當一部分的比例 長期以來 澳洲就憑著 富裕和 悠閒的生活節奏 令到很多人是想來 居住的 但是 從去年開始澳洲人就變得窮了 個人財富是縮水 根據這個 稅銀 最新的 其中 800佣 這個數字是比 2021 減少了 澳洲的 澳洲人的個人 財富 澳洲人 明顯減少的原因有兩個 一 就是 澳洲央行 的利率 另外的原因就是 不斷降低的 澳幣匯率 但是有時候它升 這幾天都挺強的 應該這麼說 如果 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 可能人民幣跌得很厲害 從 去年 澳洲央行就瘋狂加息 這番操作 直接 地產行業瞬間 一盆 冷水就淋了過去 房價開始節節下跌 每個月 還財 房價下跌 即是資產 是少了 但是 還財金額就不斷上升 澳洲很多人的財富 相當一部分都集中在房地產上 當 房產貶值 個人資產當然也是 隨之而大縮水 華人對買樓一直都很執著 所以 房產佔據華人資產 相當大的一部分 樓價跌 亦都意味著華人的財富減少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將這些 財富 換算成 美元之後統計 現在 澳幣對美元是暴跌的 直接影響了所有人的 財富值 無形 之中 資產縮水 不僅如此 專家還預測 下一個月 澳幣對美元的匯率會 進一步下跌 可能降幅更大 按照這個趨勢來看 澳洲人的 財富 又無形中減少了 即使澳洲人變窮 不過 人均財富名單上 澳洲 是依然能夠排到 全世界 第四名 同時 專家對於澳洲人的財富 人均財富 上漲 亦都是挺看好的 因為2027年澳洲 100萬富翁人數會增到 270萬人 其實這也是對澳洲房市 後市看好的結果 港海買樓 其實 澳洲房地產 都是有少少回春 回暖即將有 近幾個月 有房價 有一定的上漲的地方 其實清盤率也挺高 房價 和 清盤率回暖得益於 大批海外移民 回歸澳洲 還有大批投資者進來 當然 這些人開始在澳洲買樓之後 亦都為澳洲的租務市場帶來了 嚴重的危機 房產供不應求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工黨政府 剛剛亦都召開了 聯邦內閣會議做出一個決定 未來五年澳洲要大興肚目 我們總理Albanese 宣佈全新的住房修建計劃 從明年開始未來五年 澳洲需要 120萬套新住宅 這120萬套新住宅 的數字 亦都跟各州還有領地 負責的共同商 討出來的結果 是吻合的 為了推動這個計劃實施 澳洲聯邦政府亦都是 從河包當中拔出30億澳幣作為 獎金 各州各領地 每收建一棟新住宅 就可以得到1.5萬澳幣的獎金 也挺好 也就是說 未來澳洲有大量的新建房屋出現 可能有人就覺得 屋多了 這樣的供求關係會發生變化 會影響樓價 其實不是的 大批新樓可能 是開發商有土地 或者是 翻新 老舊房產 或者對一些未開發地區進行 是全面 集中的新開發 好今次的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